此女仅仅一百年时间 便达到了化神奇巅峰 传闻 她还是见所未见的狐狸之体 杀了她 此处 就是许玉国新的国旨 明确知她 却与我高手全数上战 即日 便要死战到底 在即日 寸土不让 此战没有技术 由此绝杀阵 拿暖身子 算你小子识相 不过 我的烧鸡可不烦你 我得下酒 不错吗 小子 化神清 旨可待啊 这四派联盟催促乱呢 抓紧实行化神吧 不然以你的修为 在这里边 摸不到什么好处 前辈可知 四派联盟纷乱的原因 不就是四派联盟弄到了 血域修饰的一件鱼顶吗 血域国不乐意 来抢呗 鱼顶 告诉你家殿下 三日之内送回鱼顶 此事我不再追击 这鱼顶是天地幻化而成 并非只有一个 本身其实也并没有什么作用 只是天道启之 尸顶之人 都可以进入古仙界的 风雨雷电四大仙门罢了 通向古仙界 也难怪种上红墙 怎么 都先拉 不过 古仙人早就在远古时期 死于一场 分战之中 现在的古仙界呀 可是空了 都死了 当然都死了 不然你以为 为什么鹰变修为以上修士 还在止流呢 因为呀 无处可去啦 古仙古仙死绝了 仙界也毁灭了 才会有修陈联盟出现 以星域的方式进行发展 既然仙界一毁 为什么众人还要 争抢鱼顶进入仙门 风雨雷电四大仙门 各自连接了一处仙界的碎片 仙界随毁 里头的诸多上古遗物 倒还算得上好东西 最重要的是 这里面有仙界之气 如果没有鹰变丹 仙界之气 就是化身成为鹰变气的唯一办法 前辈惊天为地 薄骨通筋 完备佩服 佩妇 今天我是来找你要木雕的 到时候送给红粉楼的小子 让他可以独呼私人 上次答应前辈后 再下一场试雕刻过多次 哎哟 哎哟 哎呀 像啊 像像像 太像了 不错呀 你这娇相 虽说与我的英俊还差一点点距离 但差距不大 完全可以无略 前辈满意就好 喝得不错 那草马爬宝 我便见你用个日子好了 还剩下九十九个木雕 等你化身后可别忘了 不然呢 你走到哪里 哎 我老人家都能找到 答应前辈的事 自然不敢忘记 这雪玉国和四派联盟开战 争夺一颖是假 吞顶死博是真的 此事更有上级修身国参与其中 小子 你可要精神行事咯 万家灯火 一招凋零 世间万物终有一死 我这一生 死 如影随限 我睡 有 爹 中文字幕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吃饭了 快 吃饭了 爹 娘 孩儿很香 很香 竟不知不觉见 你要杀成猪了 看了之前杀戚 无法继续凝聚 是因为我心情不足 哇 这是拟雕的呀 真威风 有事吗 哦 对了 我是来送你这个的 嘿嘿 这样一来客人 你就知道了 这个送给你 谢谢叔叔 叔叔 我叫大牛 是对面铁具铺子的 记得来找我玩啊 姐 娘 你们快看 这是对面叔叔送给我的 来 给看看 嗯 哎 这么精致的木雕 你这个不懂事的小兔崽子 走走走走 走走走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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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这铺子空了也有些年头了 哎 小哥 若是不嫌弃 过来吃口饭吧 我那儿有自酿的果子酒 比那些酒楼里的可好多了 嗯 好 谢谢 哎呀 这有啥可谢的呀 以后啊 咱们就是街坊了啊 走 我带你进去看看 自从猪肌起壁骨之后 已经多少年没有吃过饭菜 是不是不合口味啊 小哥 只有这醋茶淡饭 见笑了啊 味道很好 来 吃菜 吃菜 哎呀 你刚来这个地方 人生地不熟的 要是有什么难处 尽管跟我们说 啊 街坊邻居 有个照应 如果要买日用品 去东头李家 东西不错 价钱也实惠 哎 哎 徐家的铺子呀 东西贵 但是人还算厚道 听说 他们家少爷近来发达 跟了誓死殿下 哎 哎 这酿酒的手艺啊 是我们家祖传的 尝尝 酷料 好酒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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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来 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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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哇 王叔 哥 这是什么动物啊 壳儿像乌龟 笨脑袋不像 这是一种叫中古的生物 虽然它看着笨拙 实际上凶猛无比 力大无穷 哇 听着可真厉害 王叔 我来送酒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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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火珠 性情暴力 八族锋利无比 不要伤害 木雕可真有意思 爹 我不想打铁 我也想吹木雕 铁雅赢了是吧 打铁的锤子你都弄不明白 不知不觉间 我在这条老街度过了一年四季 因修为所限 我还无法雕刻化神器以上的修士 不过没关系 日子还长 但我刻下了很多我的记忆 王家村的村民 曾寒战过的猛兽 他们似乎以这种方式 又重新活了过来 当第四颗珠子凝聚之时 杀气便会全部消散 不错 跟真的一样啊 你看 嗯 个个都说好 咋没一个掏钱呢 徐 徐少爷回来探亲啦 嗯 徐少爷过来探亲啦 绝不比周木匠的差 怎么样 买几个回去 别卖太贵啊 真木雕一拿在手 就有种奇怪的感觉 我一般都只看不碰 抱歉 不碍事 先生 这木雕雕的是什么动物 我看怎么有些像是 这是蛟龙 那可是神仙一流 蛟龙 这个蛟龙木雕怎么卖 十两金子 完蛋 刀手的鸭子要飞了 谢国先生 这木雕我要了 哦 告辞 十两金子 皇爷最爱精美的雕刻 是 世子是个孝子 若是我把这个木雕献上 世子定然对我赞伤有加 世子殿下 徐涛有钥匙求见 世子殿下看看 有什么事情 明天再说吧 世子大人 在下探亲时 发现了一个木雕 此木雕若是王爷看到 这木雕 定然会欣喜 世子不可 是个宝贝 祭你一次大功 走 随我去接见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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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怎么想到来看望为父了 父亲 你看 这是 这是木雕吗 师兄 我当然知道这是木雕 我是说这木雕所克之物 那没见过 两位先长 此物可有什么出奇之处 这木雕应是修为越高 感受就越大 若是对凡人 则没什么影响 此物却非邓贤木雕 上面所克之兽 于典籍中记载的蛟龙一致 你不是说你没见过吗 没见过 不代表我不认识 这么说来 此物当真是个宝贝 来人 让世子美人听吟与佛 世子 这木雕是从哪儿得来的 这 全都是法宝 发达了 师弟 我们发达了 还在这 全都是法宝贝 还在这 全都是法宝贝 尸兄 你不认识 这地方也太邪门了 尸兄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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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怎么会有原因修饰啊 敢惹这个煞星啊 你完蛋喽 小爷又可以吞魂了 一共四千五百两仙子 拿来吧 参见前辈 完辈是白云宗弟子 不知这些木雕是前辈所做 今日多有得罪 还望前辈害憾 四千五百两 有吗 前辈 灵石在下有一些 这烦人的黄金 不杀吗 怎么不杀呀 回去吧 下次再来 代购金 下期小剑了 春节将至 这是世子殿下的一点心意 世子殿下说 先长今后若有用得上的地方 南王府愿效全马之劳 来 走 来 游流 小敏 走啊 宇宙好啊 夏初丁好 小敏俩 麻烦了 你在这里 我怕你了 太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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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起来 太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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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太狠了 太狠了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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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王叔 这些木雕 我怎么都没见过 是你新做的吗 一线做的 这些 是我的家人 哦 王叔 听我爹说 东面的吕掌柜 要把闺女许牌给你 你为啥不同意啊 他闺女我偷偷见过 长得可好看了 啊 说是有媳妇了 真的 那我怎么一整年 都没看到过 她在很远的地方等我呢 终有一天 我会去找她的 哇 真漂亮 哎呀 我身上四百余年的生气 已然全部养住 王叔 新年好 新年好 若要改善天道 我又彻底画法 替悟凡人一事 一生 这陈年佳酿是海淘而来 你尝尝 来 喝酒 小八 体会一下 这就是一天 我不管啊 我只是她找来的打手 你们找她 找她 这天 我真的沒人 看她 我不是 你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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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不是 你